水里香城中村终于有了长青活力战 这次由财团法人渝人之友基金会 向卫福部及南投县政府 申请成立通过了老人福利单位 之后的每周一到周五 都会举办各项的课程及活动 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 渝人之友基金会也特别举办开幕典礼 现在我们的政府非常重视到我们老人的关怀 所以很多基金会 就向着我们卫福部这边来申请经费 在我们国庆庭的社区里面 来基盘到活力战 让这些老大人可以说利用理事的时间 来参加到活力战的建立活动 我们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 来这边办理长青健康活力补给站 今天是城中村的开幕典礼 我们的服务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半 到下午一点半 主要的活动有动态活动 静态活动 还有亲生活动 还有凉学压 水里向年轻人口外移 导致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当的高 因此希望透过厂勤活力战的成立 增加长辈的活动空间 缩短城乡的福利落差 让医院成着遇相当的肯定 对我们热灵长者的一个照顾 我们真的是不予利 尤其现在老化非常的一个严重 值得我们来长续要来关心的 透过愚人之友基金会的用心 提升水里向老人福利的品质 期盼各级民意代表和长官 都能够在任内重视老人福利 今天绝对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 但是要怎么持续来做 我相信身为民意代表的我们责务旁贷 议员成熟会陈昭玉 对于人之友的付出表示感谢 也希望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长的候选人 在获选后能够实现诺言 招服地方的老人福利 民意巡运红角眼水里采访报道 再去这一期见 红角眼水里采访报道 四